聚俊也高调发声 套路追大S内情分两个重点 网友怒怼 奸诈小人 今日大S的韩国老公聚俊也登上热搜 不过这一次不是参加了小姨子的节目 而是因为她在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话 瞬间让网友们炸开了锅 那么聚俊也到底说了啥了 聚悉在采访时 聚俊也谈到一年前如何鼓起勇气 跟初恋大S联络的 令人没想到的是 聚俊也还表示有两个重点 第一点就是耐心 聚俊也认为要有很大的耐心 好好的等待 当有好的机会出现的时候 马上就跟大S联络 第二点就是信心 要有足够的信心 才能得到自己的想要来 听完聚俊也的话 主持人都不可思议 并问道 是二十年来抱着耐心 聚俊也毫不犹豫地表示 对 我最有信心的就是 我的耐心与毅力很好 不然现在也不会取到大S 顿时不少网友表示 聚俊也拿来的勇气和自信 既然这么喜欢大S 当初也不知道与他分手干嘛 当初两人私底下谈恋事 因为公司规定 聚俊也并没有亲口承认这段恋情 导致大S心灰意冷 与他分道扬镳 之后大S开始把不再恋爱脑 专心搞起了事业 在机缘巧合之下 与汪小飞结婚 婚后大S为汪小飞生下一儿一女 组成了幸福的一家四口 汪小飞对大S也是十分宠爱 不肯让他抛头露命 在家享受阔太太的生活 可恩爱归恩爱 这段长达十年的婚姻 还是以离婚收场 离婚不到三个月 就与初恋男友结婚 可谓是震惊权 那时候大家就觉得 大S与剧俊也之间有内容 不然大S怎么可能 会与二十年未见的初恋男友结婚 如今看到剧俊也的回忆 网友纷纷表示真相大白了 并表示 剧俊也真是奸诈小人 竟然惦记别人老婆这么多年 自己提分手优的二十年屠杀 万一人家小两口白头偕老 那剧俊也岂不是得耽误自己一辈子的幸福 不过剧俊也凭借自己的毅力 登到了大S 估计这就是人家的命吧 推识大家怎么看